大家好,我是阿剑 今天到菜市场,买了15块钱五花肉 给大家分享一道 在芙兰必吃的一道菜 辣椒炒肉做起来鲜香四溢 非常好吃下饭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将五花肉清洗干净 然后再给它切成薄片 这五花肉是带皮的 所以我们切之前,刀一定要磨快一点 这样切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吃力 带皮炒出来的小炒肉,口感要更好 做这道小炒肉,我们一般都选用上等的五花肉 五花三层 有回有瘦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全部切成这样的薄片 然后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清洗干净的青椒,给它去蒂 然后改刀切成滚刀片 这里我们青椒和五花肉的比例是5比5 切好之后,给它装入盘中 再准备两个红椒,给它去蒂 再准备两个红椒,给它去蒂 然后切成马蒂片 切好之后,和青椒放一起 准备把蒜子用刀给它按扁 拍好之后,给它装入小碗中备用 想要这道菜,做出来特别的有风味 一定要往里面加点豆豉 简单的食材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做芙兰的青椒炒肉 到底是先炒青椒,还是先炒肉 今天阿健就把详细方法分享给大家 将锅烧热,不需要加油 下入青椒,先给它煸炒一下 炒出辣椒的香味 煸干辣椒里面的水分 一定要用勺子像我这样,给它擂一下 火也不要开得太大,开中火即可 为什么每次我炒的青椒炒肉 连辣椒都可以吃掉 关键在于煸炒的时候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能使辣椒很快地撒出里面的水分 而且更好地入底味 在锅里面大概给它煸炒个两分钟 炒出辣椒的香味 炒至青椒,微微起腐鼻状 就可以了 做这道菜 建议大家一定用铁锅 铁锅的话 炒出来更加的好吃 炒香以后,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将锅刷洗干净 然后烧至微微冒烟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给它滑动一下锅 再把五花肉倒进来 开中火,给它慢慢的煸炒 煸炒出里面多余的肥油 如果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 咱们可以放点豆肉放到里面 五花肉也不需要炒得太干 像这样微微卷起就可以 接着往里面烧入蒜子和豆豉 继续给它煸炒 8个给它煸炒30秒左右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调味 往里面加点蚝油 来点老抽给它上色 然后继续给它煸炒 炒出酱香味 炒香以后 再把青椒给倒进来 开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因为辣椒里面是有盐的 不需要加盐 往里面加点青筋 给它中和一下味道 然后继续给它煸炒 炒至辣椒里面有肉味 肉里面有辣椒味 充分地融合到一起就可以 哇,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出锅的时候 再来少量的生抽 再随意的给它煸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青椒炒肉 就做好了 我们给它出锅装盘 这样炒出来辣椒炒肉 吃起来鲜香下饭 一点也不会油腻 喜欢的朋友 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 试一下 今天做了个孩子 爱吃的小炒肉 这个辣椒还好吃 因为老公和孩子 放到外国家去了 所以我们简单的做了两颗菜 一个西红柿蛋汤 一个小炒肉 特别的下饭 今天我用的是本地辣椒 如果怕是辣的话 咱们可以用螺蛳椒来代替 这里面的汤汁 往饭里面给它拌一拌 三下五不外 一碗饭就搞定了 热饭 热菜 热汤 吃出一身汗来吧 特别的舒服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林总先生记得给优蜡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